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請一開始 帶您關心股市 美股電子盤期貨指數週一整跌不一 美國公司財報的利控影響 加上聯準會議 本週即將公布七月份的利率決議 台股在國籍股市走弱影響下 開盤走低 其中晶圓代工成熟製程 傳出報價下跌隱憂 韓基電下跌3.5元 收在499.5元 而聯電 利基電 世界先進 下跌幅度約3%到4% 聯發科也下跌2% 洪海和台塑斯堡 股價則是相對持穩 價格指數中長是小跌13點 收在1萬4936.33點 成交量相對低迷 好 在二屋戰爭和全球通膨的不利 因素影響之下 臺灣經濟研究院下修今年 臺灣經濟成長率到3.81% 而調查顯示 六月份的製造業 服務業和營建業 營業期後測業點是同步下滑 多數廠商是看壞 未來半年景氣 物價上漲 金融市場大幅修正 台經院下修 臺灣今年經濟成長率 預測至3.81% 物價的部分 我們認為第四季 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下來 我說以臺灣 以臺灣來看 其實下半年 真的變數很多 那油價如果不下來 二屋戰爭如果不結束 那我們沒有辦法排除 第四季的物價 即使下來 但是下來的步度 可能不是那麼的高 在貿易方面 臺灣上半年表現 優於預期 六月出口年增率 從上個月的12.41% 擴大至15.16% 但六月製造業景氣分數 連六個月下跌 創下2020年6月 迎來新低 在二屋戰爭 跟通膨壓力等 不確定因素下 大部分廠商 看壞未來半年景氣 四五月的時候 是中國封鎖 六月本來應該解除封鎖 應該要看好的 不過六月又遇到 美國 歐洲 它整個景氣正在衰退 看好的廠商比例 降了5.7個百分點 看壞的大幅增加 12個百分點 這個是六月 他們兩個不好 未來半年景氣 要很快的好轉 我覺得也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們廠商 調查以後 我們看到 0276測驗點 現在掉到88.3 六月製造業 服務業跟營建業的營業 氣候測驗點同步下滑 在國內外情勢 烏雲罩底下 廠商就派明年景氣能 回復正常水準 新唐人亞太電視 成為魔照 體育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好 本週美國聯準會即將召開利率決策會議 成為重要的觀察指標 我們請教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由於美國近兩週 代表未來景氣的長年期公債殖利率 是不斷下滑 而通膨情況還是很嚴重 您是怎麼看 美國聯準會七月的升息腳步 對美國經濟會造成何種影響 對 因為目前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是2.79 那兩年期公債殖利率是3% 等於是十年期減掉兩年期 現在是負的0.21左右 那這個當然帶來一個 殖利率倒掛的一個隱憂 那確實我們所看到最新公佈的 美國的綜合PMI 他反映的是未來景氣的一個看法 掉到了50以下 也代表大家也擔心 這個景氣確實會不會進入衰退 那從整體的總體經濟的數據來看 包括新屋銷售 新屋開工率 還有包括城屋銷售的數字 年增率都出現負值 這個也代表大家擔心未來景氣下滑 而減少這個消費的意願 尤其是耐久才訂單 消費的一個衰退 更會影響到整個GDP的成長 那這種自我預言的實現 就是擔心景氣而減少消費的情況 確實會給經濟下滑 帶來一些隱憂 這個部分也反映在 整個這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減兩年期公債殖利率倒掛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目前市場上來看 對這次聯準會升息的 這個狀況來預判的話 13碼的機率最高 就是今年13碼的機率最高 所以我們按照今年已經升息 3月1碼 5月份是3碼 6月份是3碼 這樣來去推估的話 現在還有7月9月11月跟12月 所以照這樣的一個機率的安排 應該是7月份升息3碼的可能性最大 雖然說在CPI的數字公佈以後 升息4碼的機率突然之間大幅度的攀升 不過考量最近整個總體經濟的 數據的一個下滑 如果再強勁的一個升息 對於經濟 衰退的隱憂會 攀高的情況下 3席3碼應該是最適合的 那接下來9月11月12月 各升息1碼 應該也就能夠去應付現階段 整個通膨的一個問題 當然最後我也在跟大家 做一個結論 因為目前來看整個失業的狀況 並沒有惡化 而且連續勤勵失業就經營人數 並沒有大幅度攀升 如果我們再去觀看 這個更敏感的10年級公債 在減3年級公債的一個利差 目前是維持正的0.32 正的0.32 所以或許短期有進入衰退的疑慮 但是如果聯準會的利率政策 控制的好的話 或許 在這個地方 也許就是景氣 大家比較有疑慮的一個底部 那慢慢的在第四季 就會好轉 也不一定 那後續當然就要觀看整個 鮑爾他在整個利率決策上 所施行的一個狀態而定 我們謝謝分析師 受到高通膨等因素影響 消費電子需求趨緩 而晶圓代工成熟製程 就傳出產能鬆動 媒體報導 中國大陸晶圓代工廠 降價幅度超過一成 而臺灣業者為了防堵訂單流失 也變相降價 但有分析表示 儘管成熟製程 受到消費性電子需求下滑的影響 但還是有車用 以及物聯網等需求支撐 不至於出現大幅的價格鬆動 受到高通膨等因素影響 電視手機等消費電子需求趨緩 媒體報導 晶圓代工成熟製程 產能鬆動 中國大陸晶圓代工廠 調降成熟製程 價格超過一成 台廠也跟進 變相降價 先前台積電就舉出 已經看到供應鏈採取行動 降低庫存水位 今年Q3Q4看起來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也許會延續到明年的Q1 Q3G第4G如果說回答我們的產能利用力 5到10%這個範圍 可能我們會需要努力的去調節 市場研究機構數據指出 啃丹潮來襲 下半年8吋晶圓產能利用率 受影響最為俱例 從電源控制IC影像感測器 再到部分MCU 受到消費性電子需求下滑的影響 8吋晶圓廠 下半年產能利用率將不再滿載 但分析師指出 成熟製程仍有車用 物聯網等需求支撐 不至於出現大幅的價格鬆動 針對價格動態 利基電會員表示 公司會持續調整產品組合 沒有降價規劃 又IC設計業者表示 沒有聽說台系晶圓代工廠 有變相降價的情形 晶圓代工產能雖然出現鬆動 目前代工廠多透過產品線調整 因應 還沒開始降價 新唐人亞太電視高紀元張鈺廷 台灣特別採訪報導 好 勞動部今天公布最新的五星價統計 目前有兩千九百六十九家企業 共計兩萬一千六百九十人實施五星價 相較上一期是增加了九百三十五人 而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半都集中在製造業 而當中就有一家印刷電路板廠商 是通報兩百七十多人實施五星價 而另一家廠商是工具機廠商 實施約五十人 目前初不了解是訂單減少 而勞動部表示會請經濟部表幫忙 是個別廠商還是產業聚落的問題 並給予協助 近期半導體事況雜音不斷 尤其低潤的報價大幅下跌 也衝擊南韓業者三星和SK海利市 不過南韓政府近期就宣布 五年之內要投資上兆韓源 擴大半導體產業的研發腳步 力拼在非記憶體領域提高市占率 同時也預告半導體設備 材料和零組件的自給率 要在二零三零年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南韓三星六月成功量產三奈米製程晶片 二十五號三星市高調舉辦首批 三奈米晶片出貨儀式 由負責晶圓代工DS部門主管 慶貴顯親自主持 而近期三星成立半導體封裝工作小組 兩年之內要擴編已備人力 加大半導體先進封裝投資腳步 明顯藉此強化在晶圓代工領域的競爭力 立抗台積電 還沒Business Korea 報導 南韓政府二十一號宣佈增加半導體產業 研發和相關設施投資稅收優惠 包括大型半導體工資投資稅收 低減比例將從百分之六 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八 至百分之十二強化非記憶體半導體晶片 研發包括二零二四到二零三零年 將分別在功率和車用半導體啟動四千五百億 和五千億含環研究 二零二九年之前投入一點五兆發展 AI晶片 多項策略幫助南韓企業在全球 非記憶體半導體的試占率 從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十 力圖在二零三零年之前 半導體材料零件和設備自給率能達到百分之五十 同時培育十五萬名半導體產業人才 美國總統拜登到訪之後 南韓啟動一系列投資計畫 三星考慮未來二十年 砸下兩千億美元 在美國德州合計設立十一座的晶圓廠 简然面對低亂報價走弱 手機需求下滑 南韓選擇重點放在半導體核心領域 擴大培育人才 加碼投資布局 印度也積極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 根據當地媒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台積電和聯電將在未來幾周之內訪問印度 討論在當地設廠 可能製造七級車晶片等半導體產品 同時將討論跟在地廠商合作 報導指出 這次訪問將有助於台灣半導體製造商 更了解印度政府的半導體戰略 並獲得印度可能設廠的長指等第一手資料 而印度官員表示 印度正在考慮加強跟台灣的經貿往來 實現互惠互利 我們再來關心中國深圳疫情在一起 實施封控政策 外傳深圳市的工信局 已經通知包括富士康、華為、中型通訊 以及比亞迪等深郡市大企業 從二十四號開始 實施閉環生產多達七天 黃海今天發聲明表示 園區內營運正常 員工已經實行兩點一線的閉環管理 美國聯準會預計臺北時間周四凌晨公布決策 大多數經濟學者認為此次升起幅度 應為三馬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二十四號表示 美國經濟成長正在放緩 並承認存在衰退的風險 但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英國金融時報與彭博資訊報導 總部涉於法國的歐洲衛星網路公司 簡稱歐衛 最快本週將宣布與英國同業玩Web合併 創造出一家股東包括英國 法國和中共當局的衛星網路公司 外媒分析可能會和美國一萬富豪 馬斯克的清煉計畫相競爭 中共主權財富基金持股歐位5% 外媒分析交易案預料將遭遇嚴格的政治審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的新創公司將由專門的部門負責 他也將任命一位負責新創企業的新部長 希望將在年底前製定一個五年計畫 以期五年內將新創公司的數量增加十倍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光學援建廠大理光今天召開董事會 通過上半年財報跟鼓勵 稅後存益呢一百零四點五八億元 DPS是七十八點三六元 預計是在八月十八號除息 鼓勵九月十五號發放 而PC品牌大廠華碩搶供商用市場 今天宣布全球首家的商用服務中心 在高雄開幕 台塑公會代表今天跟台塑集團總裁 王文淵會面討論年度挑釁 預估將調幅百分之四點五 調幅是創三十八年來的最大 而勞動部今天公布最新的 無薪假統計數據 本期總共有兩千九百六十九家企業 人數是兩萬一千六百九十人實施無薪假 相較上一期是分別增加了一百一十八家以及九百三十五人 而其中製造業是罕見新增四百九十六人放無薪假 佔新增人數約半數比例 好 再來看到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IPAV 二十六號將召開部長級會議 有十四個會員國的官員將透過視訊與會 共商經貿 供應鏈以及捷徑能源等議題 而外媒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以及商務部長雷蒙多的辦公室 都發表聲明表示將主持這場部長級會議 美國總統拜登希望透過這場會議 來提升亞洲各國的環境勞工以及其他標準 好 這個月二十九號 日本和美國將在美國華府舉行首場的日美經濟政策會議 也就是經濟版的二加二會談 而半導體的合作成為焦點 日本獨漫新聞二十四號報導 這個月二十九號 日本和美國將在美國華府舉行首次日美經濟政策會議 也就是經濟版的二加二會談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方面由外務大臣林芳正和經濟產業大臣秋生田光一出席 美方則由國務卿布林肯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參與 日經指出 美日兩國將聯手針對中共 就人權問題和制定基礎設施投資標準達成一致 以領制定國際標準並將應用範圍擴大到印太地區 除此之外 議程還包括確保半導體供應網絡 聯合研究員工智慧等新鮮技術以及能源和糧食安全 預計會談結束後將發布一份聯合文件 獨漫新聞舉出 強化半導體供應鏈將是會議的一大重點 日美兩國將在應對供應短缺方面深化合作 新唐人亞太電視洪玉婷 張淇琳 綜合報導 中國房地產暴墨化 專家預估 今年中國的財政缺口恐怕達到新台幣27兆元 休息一下 我們帶你瞭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 彭博士報導 蘋果財報本週登場 市場關注經濟衰退效應 金融時報報導 歐盟要求降低天然氣用量 部分成員國尋求豁免 華街日報 高溫席捲 美國中西部農畜木業面臨巨大壓力 日本產經新聞陷入債務風波的 中國恆大集團宣布 執行長夏海軍已經辭職 而經查明他涉入子公司的財務問題 應董事會要求被解職 而新任執行長由肖恩接任 好 持續帶您關心 中國近來爆發多地爛尾樓風暴 買家集體停貸潮 引發連鎖性危機 經濟學家預估中國全年財政缺口 將擴大到六兆人民幣 大約是新臺幣二十七兆元 學者認為中國地方政府 因為土地銷售暴跌 被迫對公務員減薪 而這部分人群是很多中小城市 購房的主力之一 學者表示中國房地產行業可能會持續惡化 而今年的財政缺口極大 好 在中共當局清零政策之下 日美引用調查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六月份 進駐中國的日本企業加數是一萬兩千七百零六家 這創下十年來的最少 相比二零二零年二月的調查 進駐中國的日期減少了九百四十家 約佔百分之七 而主要原因包括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 外企展開業務的風險升高 去中國化的情況正在加劇 好 另外來看到看好台灣經濟 日商不動產公司 是敲定第二件規模百億元的大型投資案 會在臺中東區的購物中心 二十五號舉行上量儀式 預估引進兩百七十家店鋪 創造兩千五百個就業機會 禮貧年底開幕營運 日商集團董事長九一康陽 跟臺中市長盧秀燕等官員共同出席活動 臺中經發局表示 這座購物中心 未來將引進國際的流行品牌 跟知名餐飲業者 並設立大型娛樂設施 打造一站式的消費娛樂商圈 預估完工之後 將與周邊的零售百貨業 形成新興百貨聚落 創造經濟群聚效應 也帶動人流商機 臺灣產官攜手協助臺灣漁業 智慧科技帶動MIT漁產升級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為了協助臺灣石斑魚業者 多家食品業者 是投入紓困臺灣石斑魚的行列 臺灣科技公司還建造了世界級的水產加工廠 導入自動化設備 帶動MIT漁產升級 各種魚堡蝦堡一字排開 最大亮點就是石斑魚做成的石斑堡 科技公司旗下食品集團 響應臺灣石斑魚紓困 推出新的餐飲品牌 將臺灣魚類做成漢堡送上桌 升級MIT漁產 食品集團 建造世界級水產加工廠 導入自動化設備 預期明年漁產月儲力量 可以達到300噸 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透露 已經有多家食品業者 投入紓困臺灣石斑魚行列 不只購買臺灣魚產品 業者也宣布在智慧養殖 每年投入30到60億元 攜手養殖戶 整合集團的太陽能電站 發展魚電共生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 曾馨敏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 好 帶你看到明天七月二十六號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國公布六月份的新屋銷售數據 另外IMF發布經濟展望報告 而資本公司 微軟以及德宜 發布財報 臺灣方面廣達 歷程 穩茂 以及望虹舉行發說會 以上是七月二十五號的 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文鴻 再會 再次座 再見 年齡全新唯一 每月一十五號的新售 最高的新售 最高的新售 市場 最高的新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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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